念奴交赤壁怀骨 念奴交赤壁怀骨作者 苏东坡 念奴交赤壁怀骨作者 苏东坡 大江东去浪淘尽 千古风流人物 顾磊西边 人道士 三国周郎赤壁 乱世穿空 惊涛烈暗 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花 亦是多少浩劫 遥想宫景当年 小桥出嫁了 雄子迎发 雨扇观金 谭笑间 强卤灰飞烟灭 故国神游 多情应孝我 早生华发 人生如梦 一尊还泪江月 做念奴交此词之背景 念奴交一词 乃在苏东坡被贬黄州所作 其实他刚死里逃生地 从乌泰诗案中活着出来 其思想与创作 不太可能不因此而改变 其创作从诗案前的奋力 由当时至 至君尧顺 变成疗语造物有的初始想法 应可说 因为政治的诗意 故便由黄州山水 从大自然下找寻解脱 苏氏在黄州时 虽曾反省从前生活 决从前皆非 今世 但并没有因为此次事件 而变成朝廷的乖宝宝 更没有为免惹是非 而停止批评朝政 他就是那么一个爽直的人 而为改变 改变的应是从以前的热衷于政治 而有的具体的政治哀伤 转变为对整个人生 世上的是有何目的和意义的怀疑 而企图超脱与舍弃 这思想在念奴交中亦可见 在此时期 常可见苏氏情感中 有人生如梦的想法 这是可解释的 在乌台试案后 他要为自己找到一种超脱 也许也是因为年纪大了 而自觉一事无成 让他有大梦出行的感觉 在这里举一个例子 让我们看看苏东坡那时候的心境 刻又举张而止诸碧约 此凹也 此突也 方雪之染下也 军已立风过烟 则凹者则而突者散 天启死于凹凸灾 事实燃眼 事之所在 天且不能违 而旷于人乎 雪唐记苏氏极住这种自然现象 表达了他在试案后 对社会与人生的深刻认识 作为一个封建社会长大的文人 他感到了这种腐败发展的趋势 而无力力挽狂澜 唯有如此想他才能心平气和吧 故黄州时期无疑是他创作的巅峰 选着首词亦能由词中去体会 他当时的心境与超脱的情感 感谢收看